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所有衙门在城内大肆抢劫掳掠 给百姓带来严重灾难 最糟糕的一点 要数联军狮子大开口 通过新丑条约敲占了4.5亿两百斤 给全国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北京街头满载货物的骆驼 展开全文长长的骆驼队列 一眼望不到头 北京的很多生活物资 都是靠骆驼运输进来的 八国联军士兵骑马经过大清门 大清门 是皇城的正南门 享有国门的地位 按规矩 中门只有在皇太后 皇帝皇后经过时才能开启 其他人均走侧门 大臣走侧门也必须下马 下轿 如今 连军堂而皇之地走过中门 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是对皇权的藐视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知道了 能把鼻子气歪 此进城五门外的场景 五门是此进城的正门 东西北三面城台相连 环抱形成一个方形广场 如此境地 体现着皇家的严肃和权威 文臣武将从此走过都不敢大声说话 而从照片所见 人力车夫竟然到此两刻 使得皇家威仪尽失 这里之所以会有人力车 是因为很多外国人进入紫禁城浏览 一颗园内放羊的农民和英属印度士兵 清朝还没灭亡之际 农民就进入一颗园放羊 简直难以想象 慈禧太后晚年最喜欢在颐和园居住 要不是被八国联军赶跑了 哪会有这种事发生 难怪你等着 太后回来收拾你 宿亲 王善喜 1900年庚子国那期间 宿亲王府的战乱中化为灰烬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时 善喜跟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 行邸大同 他奉命回京协助一匡 李鸿章与联军交涉 在此过程中 他结识了日本人川岛浪速 这为他民国后的卖国行为 埋下了祸根 西院子光阁 八国联军元帅瓦德西的司令部 此光阁原本是清朝皇帝 简阅星科五举齐设的地点 也陈列着功臣画像 晚清同志和光绪年间 一度成为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 这座象征着清朝上武之风的建筑 竟然被联军征用当了司令部 真是莫大的讽刺 北京街头有一支送葬队伍经过 引路灯走在前列 据说阴曹帝府内漆黑一团 死者亡灵要借助于灯光才能看清道路 在一户富贵人家 四名男子与一个外国人合影 这些人的身份不详 他们身后挂着一副对联 上论行身容窃笔 清修到何物真如 这是清朝著名诗人何少姬的句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心仍可真是 更多责任整理套 XVIII是我真是